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方华语电台 今天是2018年11月16号星期五 农历是10月初九 好 那么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 喂 你好 师父好 弟子给师父请安 自己的夜到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师父 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 人有时候比较浮躁 有时候比较平静祥和 是不是多喝水可以洗去人的泪气 让人心情平静呢 师父 师父 这个问题 对啊 你要是发脾气的时候要多喝水啊 嗯 多喝水的话的确是有好处的 嗯 你看吗 好 那是 那师父人就说水是百药之王 你开始过 他怎么理解呢 师父这个水 水嘛 就是我们说的人就是靠着水 80%都是水分 因为水能让自己的经络啊 血液啊 淡化啊 然后增加这个细胞源啊 然后呢 让自己的血脉呢 不要太浓度太厚啊 比方说人家说血凝度太高啊 对不对啊 然后实际上喝水就是洗澡一样 你洗澡很多时候会冲去烦恼的呀 所以很多人应该多洗澡 嗯 明白吗 好好 谢谢师父 此理开车 师父 下一个问题 有个头绪 他说是有一个乳腺癌的患者吃全素了 可以吃大豆蛋白粉来增加营养 提高来细胞的增长吗 这个问题师父 可以的 可以的 嗯 可以 那他说能够医生说不让吃 说大豆有刺激会让癌细胞找得快 除了 他怎么 还有提高免疫力的吗 师父 这个问题 提高免疫力是有的呀 提高免疫力是有的 因为大豆是这样的 他要看有些癌症长在什么部位的 他并不是说多的都可以吃 所有的都不能吃 他有一定讲究的 那师父 针对他这个乳腺癌患者还有其他的就是说增强免疫力的吗 就是自掌生 我觉得应该吃西洋生啊 嗯 还有没有就是 还有没有就是冬冲夏草啊 这个都真的是很好的东西 哦 冬冲夏草啊 是 是挺好的 啊 因为像这种实际上就是免疫力啊 长期的下降 经常的发脾气啊 不开心啊 那这个人 人生马上身体上就会产生一种负能量啊 一种粗心 吃性的这个这个 急速就会产生 所以很多人啊 讲老实话 生病啊 讲到底就是情绪上长期的不稳定啊 然后呢 在这个临床表现上呢 就是代表他的脂肪沉淀太多 然后血脉不合了 然后加上长期的忧郁了 造成血液停滞不前了 因为他是这样的 他就是怕那个游离的那种癌细胞啊 啊 随着他的血液和淋巴啊 因为癌症主要是随着血液和淋巴在全身他会转移的 所以乳腺癌什么意思呢 就是 其实就是怕他转移啊 他慢慢的会越来越大 他的癌细胞的发展的这个空间越来越多 所以人家说 最主要就是说 容易细胞之间的连接松散 你明白吧 细胞 连接细胞的这个当中的这个连接啊 细胞的这个松散 所以乳腺癌的细胞上市的正常 细胞的特性主要是 那师傅 你 师傅 那你像乳腺癌百分之多少的原因与打胎的孩子有关呢 如果得乳腺癌 它是这样的 它是这样的 它有两种方法 一种呢 比方说从医学上来讲 你乳腺癌当然是一种 我们说是一种像 重要器官的这个病变性的一个纤维组织 发生病变 它实际上就是说 最怕的就是你在上皮组织的恶性肿瘤了 就是一种肿瘤了 那么肿瘤嘛 这个血液流不到的地方就会形成肿瘤呀 所以人家说 为什么血液要流通呢 血液不通 哪个地方不通 哪个地方就堵塞 就像火车线一样的呀 那么如果你从全学上来讲 那一般的你打胎的孩子的话 它总是跟孩子愿解 总是在妇女的一些敏感部位 就是比方说妇科方面 它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东西 这是这样的 所以它实际上 医学上临床表现 它是一种淋巴的扩散 实际上还是应该说是 只要身上有这种灵性 它就会到你身上到处跑 你听到懂吗 实际上癌细胞这本身就是一种 像我们说就是一种灵性了 癌细胞其实就是一种灵性 就是这样的 实际上就是癌细胞就是一种不好的黑体呀 就是黑色素的黑体 它在你身上乱跑 明白吗 哦 明白 明白 好 那师傅 其实根本问题就做癌症 现在这个目法是就得癌的越来越多 其实癌症最根本的就是还是业障病 就是你的业障 是这样吗 师傅 嗯 长期的 长期的那个忧郁啊 压制啊 不开心啊 想不通啊 那么都会导致你恶性肿瘤 实际上它癌症就是恶性肿瘤呀 肉瘤啦 你比方说你肾脏上血液不通 你肾脏上涨瘤 对不对啊 那癌症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细胞分化和增长不均衡 那么用我们玄学上来讲 就是说你长期的心态不好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 哦 就是 啊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此理开示 嗯 师傅啊 你看 有一位佛友梦到鱼被切成一段一段的 但是肉还在抖动 请问师傅 是不是鱼被切成一块一块的 神石还没有离开呢 师傅 对啊 就是这样啊 那你 那师傅 你像这个鱼被切成这么几块 它神石多久才能离开呢 一般 要看呢 有的早就跑了 有的早就跑了 你像人一样呢 有的人笑都吓死了 对不对啊 那 师傅 它的神石跑了是跑到那个 是它那人的身上还是跑到哪里呢 师傅 这个问题 神石一般跑掉的话 就变成闪铃了呀 哦 因为它鱼的灵魂非常小 它一下下了跑了 一刀下去 它的魂魄就跑掉了 那么就是在空中漂浮呀 用人间讲就是中阴生呀 中阴生 那师傅 那他漂浮着 他知道是他的人 杀他的人 他就就来去找他 是这样的一点吗 要看呢 这个灵性 比方说 他上辈子 他是一个人头台 但是他虽然是分成闪铃了 但是他在这个鱼身上 他的灵魂比较集中 那么他 谁害他 弄他 他可能会最后一眼 他会盯住你 哦 啊 是这样的 就像一个人一样 最恨的时候 是死的之前 他盯住你了 实际上 他把过去的可以忘记 到最后谁弄他 他就最恨恨谁 就是这样 哦 是这样啊 明白了 明白了 好 谢谢师傅的吃力开示 那师傅 下一个问题 师傅您开设过有时候 自己的灵感可以医治自己身上的病 和灵魂上的病 如何理解这句话 灵感可以医治身上的病 也可以医治灵魂上的病呢 是啊 因为你的感觉啊 如果你感觉很好 如果你感觉很好就好 你感觉不好就不好 实际上一个人就是靠感觉活着的 你感觉这个事情出事了 你是不是昏了 你是不是害怕了 对 如果你今天感觉这个事情 哎呀 好事情啊 越来越顺利了 很开心了 你是不是人的心灵就舒服了 对对 那师傅 那我们学佛人的感觉 是不是菩萨学的灵感呢 师傅这个问题 是啊 就是这样 哦 明白了明白了 嗯 那谢谢师傅的吃力开示 师傅 有个佛学问 人要有肉身之光和智慧之光 一个真正学佛的人 要有肉身之光和智慧之光 结合在一起就是佛之光 这就是佛法就讲的智行合一 是这样吗 师傅 何如肉身之光呢 师傅 是啊 肉身之光 我问你啊 很多受人家尊敬的人走到哪里 人家看到他的身体的话 是不是肃然起敬啊 对对对对对 对对 师傅 不是 师傅 菩萨的就是不要说肉之光了 菩萨的慈效 我们尊敬不尊敬啊 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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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现在明白了吗 其实就是他的身体之光了 对不对啊 他的身体之光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他灵魂之光呀 哦 他没有灵魂他哪来身体啊 他的灵魂让人家受益了 所以他的身体也受到尊敬啊 对对对对 就是到底 明白了 讲到底还是一个灵魂精神上的问题 明白吗 哦 那这里的智慧之光 是不是就指到灵魂之光了 是不是 对啊 灵魂啊 灵魂是一个凡凡的所指 智慧就是说 对 经过上升了 经过一般的人的灵魂之后上升了 提高到一个境界了 明白了吗 那么才产生智慧了 明白了明白了 才产生智慧了 嗯 好啊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此理开心 师父 佛果是不是有一个最高的果位叫鱼我果 鱼我果 是这样吗师父 是啊 有啊 无果 你在人间就可以有啊 你说我们在人间是不是无我啊 有没有无我境界啊 有无我境界的话 无我就是提升到另外一个高层的境界了 因为当一个人没有自己的时候 师父是不是菩萨了 对对对 啊 无我实际上就是说啊 思想里面无我向雅 哦 把自己都忘记了 心中只有别人 对不对啊 对对 啊 无我了 那师父超脱力道必须做到无我 你做不到无我就超脱不了力道 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对对 因为无我的话它是另外一种概念啊 因为佛法界呢把无我当成一个很高很高的境界 因为你比方说我经常做的妈妈没有自己 她就有孩子 是不是母亲在孩子的身上 你这个非常得到尊重啊 对对对 对不对啊 因为无我它本身就是无取应的共相啊 也就是说无常苦啊 无我呀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非我之我 非我所我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 不一定是你的 但是呢你已经把它提升到一个没有我字了 那你的境界就不一样了 啊 就是觉醒了 就是已经觉醒了 啊 我们经常讲啊 观受无我了啊 啊 所以金刚经里面讲啊 四项里面无我像嘛 没有自己的人才会有别人呢 整天想着自己的人哪会心中有别人呢 明白了吗 明白 那是否 心中装有多少共生 就会有多大能力 只有破通我像 凡要保持凡是正思维思考问题 才可以突破阻碍 是这样吗 是啊 没有我像的话 你跟谁去吵啊 你跟谁打架啊 你跟谁去嫉妒啊 你跟谁去恨啊 是不是全部都破除了 是的 是的 一个我像破除了 一个我像破除了什么像都没了 那是否 心中装有多少众生 就会有多大的能力 是啊 怎么理解 是啊 就是菩萨心中装了普天下的众生 所以菩萨的法力无边呀 啊 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吗 嗯 你比方说 你受到的人尊敬的越多 你是不是大家越对你好啊 你是不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那你是不是人脉就广啊 嗯 对对对对 是的 明白明白 哦 师父啊 当你慢慢拥有心中的宝藏的时候 你的一些潜能的神通就会显现 何为心中的宝藏呢 师父您说一下 心中宝藏就是本性呀 散心 散心 慈念 本性 啊 然后呢 心中的宝藏就是藏实际上就是藏的 藏起来啊 宝贝藏的地方就是你的佛性呀 就是佛陀说的众生皆具佛性呀 你说一个人到底的他有没有良性呢 他总归有良性的呀 那师父 众生皆具佛性和佛不度无缘之人如何理解呢 佛不度无缘之人 实际上你要记住 众生皆具佛性就是代表的你只是说拥有佛性 但是你的佛性被杜灭了呢 你的佛性已经被明灭了 对对对 啊你这个人已经杀人如魔了 你已经不是人了 所以他不存在有佛性了 因为你已经变成了一个魔王了 你说这种人是属于无缘之人 菩萨怎么度啊 没法度没法度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其实就是说 我们经常讲了 色受想行事 对不对啊也好 掩耳鼻舌生意也好 你不管怎么样 你这个人 在无我利他的这种心量当中 你在学佛修心 但是一旦你找不到对方的本性了 那么这个就是属于无缘之人 那么这个无缘之人的话 我们就没办法度了 因为一个人的善良的本性和佛性 完全可以被隐藏起来的 而且被五欲六成所染 根本找不到看不见了 那菩萨怎么去度他 明白了 那师父明白了 就是放下得到立地成佛 就是那他们的本性来了 是这样吗 对啊 他虽然有屠刀 但是他放下了 他从此不做了 他本性开始恢复了 那么才能救他呀 立地成佛的意思 并不是说你马上真的能成佛 而是说你可以放下之后 有这个机会去成佛 明白了吗 对对对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次费开设 师父下一个问题 有一位佛友帮助其他同修家里设了佛台 梦到自己在设自己家的佛台 师父是这样解答的 当别人设一个佛台 救人一命 圣道七级浮屠 救人家一家家里就有佛台 设一百个佛台 自己家里有一百多莲花 同学们问如何理解这句话呢 设一百个佛台 自己家里有一百多莲花 这个莲花和天下的莲花有区别吗 师父这个问题 首先 送人玫瑰 手有余香 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帮人家设佛台 是不是你有功德啊 有有有 你说说看 你帮人家设了一个莲花了 你家里会不会长出多莲花 会啊 那家里这个莲花是啥呢 这个莲花是 莲花并不是说你天上的你这个 你你帮人家设的那种莲花 就是说 让人家心中充满着佛光 充满着智慧的莲花 并不是说我帮你们拖上去的那种莲花 莲花很多很多很多种的 明白了吗 哦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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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明白了明白了 啊 谢谢师父的处理开设 原来是这样啊 嗯嗯 师父 您开设 今天你你们去帮助人家了 对方只要说我感恩 我真心的谢谢观世音菩萨 那么你已经种下大福田了 你就是功德无量 所以师父 别人帮助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心里应该 心里应该说感恩观世音菩萨 我心里就想感恩观世音菩萨 因为我们这一点一滴都是来自于观世音菩萨 并不是我们自己本身啊 我们的境界要提高啊 人家夸你好你怎么知道啊 没有啊 这都是领导的培养 大家的帮助 这不一样吗 说呦 你像菩萨了 哎呦感恩观世音菩萨 哎呦 你做的真好 感恩观世音菩萨 你一样到底不呢 对对对 明白明白了 啊师父 啊师父 你啥时候再跟我讲讲驴和马的故事啊 哎你讲的太好了 哈哈哈哈 驴头不对马嘴啊 啊 对对 好嘛 嗯 师父啊农村 就是有事情 就是以前的时候农村家里 呃用炉子去哪吗 有的人不是没记中毒去世吗 嗯 他就像睡一觉一样 再也没醒过来 这样的人去哪呢 是否这个问题 有的有的事情稳定 这种人也是走掉了呀 这种人也是下去了呀 因为他走的方法不对呀 对 他走的方法也是很难过呀 他等到他醒过来 他意识清醒的时候 他还不是马上就离开 他的神势还没有离开他的肉体呀 哦 所以他还是痛苦的呀 他只是不能动了呀 他被那个煤气毒的时候 他其实神势还是醒过来的 哎呀我中毒了 哎呀我为什么不能动啊 哎呀我好痛苦啊 哎呀我要离开这个世界 他还是有害怕恐惧的呀 哦 明白 那师父 什么样的烟火 他道成多精神 怎么这样中毒就这样走了 那上辈子毒死人家呀 哦 明白了明白了 你这辈子才被人家毒死的 哦 哦 人家无意毒死你 你也是报应啊 人家不报你的话 你自己受报啊 对 你上辈子也是 就是无意想想暗暗的毒死人家 这辈子 你看你就煤气毒毒 也不知不觉也就被毒死了 是人啊 你上辈子不一定是无意的 你上辈子有意害人 但是人家这辈子这个人不要你还了 这个人修心了 但是你也会被煤气无意当中毒死 哎哟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听懂了 啊 因为人家不要你还了 我为什么叫你们说 如果你就算知道人家欠你的 人家拼命在还你 你不要让他还了 跟你就没关系了 你就解脱了 然后呢他自己还会受报 明白了明白了 我讲个真实故事给你丁丁 有一个男的整天骗女人 骗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五个女人都老实的不得了被他骗了 被他这个欺骗了 骗财骗色 等到第六个女的厉害的不得了 死盯着他 然后把前面那个五个女的全部联合起来 告到他法庭上 他最后坐监牢了 那么前面那个五个 以为表面上看起来我不要他还 我不要他还 算了 我不去不去再去搞他了 但是他这个男的还会有报应呢 并不代表他的业障他就消掉了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 明白了明白了 好 谢谢师傅的私底下 师傅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 师傅 我们一直很担心你的身体 昨天晚上一个师兄佛友上香 哎呀 菩萨来了 他问了就是看到观世音菩萨来了 他记了一些话 哎呀感人的不得了 那我希望大家好好的听这个菩萨说的这句话 当然还请师傅 看 听一听 这个观世音菩萨慈悲 我们担心我们师傅的身体 师傅一直为我们备业 以后打图腾电话 乱打电话 一直开始 咋会 都要说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不让师傅背 对师傅的身体会不会好很多 观世音菩萨是这样说的 观世音菩萨开始 今日你们问到母亲这个问题 母亲可以明确的告知你们这些弟子 你们的师傅为你们背的太多了 你们若能和你师傅通到电话 那是你们的福气 也是你们身上众生的福气 他们以此借助你师傅的气场加以解脱 你师傅能不背业吗 现场看图腾 背业更是不必说 大多都是重症患者 他们身上的众生都是急切的想解脱 即使你师傅开出小房子数量 有些善灵他会感恩 有些不愿意离开的就去找你师傅 你师傅怎么能不背呢 今日你们这些弟子提及此事 我要告知你们这些弟子 无论节目或者现场 首先你们要说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不让师傅背 你们就这么一个师傅 你们要好好珍惜你师傅的肉身 保护好你师傅的身体 让你师傅在人间 多待待你们这些可怜的孩子们 你们可都记下了 嗯 很感动啊 所以关心扶杂很了解我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们这些孩子真的不懂 整天 尤其是我们秘书处有些小孩子 在师傅身边都不珍惜啊 还气师傅 哎我真的是无语了 是真的 人家要看师傅一眼都不容易 他们还气我 哎 不负责啊真的很不负责任的 很不好 明白吗 师傅 明白 觉得南丁普达来了 南丁普达说 嗯 你们由此发心深好 自己的业本来就要自己背 你们在人间就这么一个师傅 爱惜师傅 替师傅担忧才是好弟子 这样你们的师傅就可以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这也是你们的一个发心 一个为众生的发心 这一个人都要学会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何况一个学佛人呢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因果负责 学会承担 懂得放下 尊师重道 方可承道 你们的师傅 甚是慈悲 总是心疼你们 你们也要学会懂得爱惜师傅 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傅背 这句话甚好 能说出此话 能体现出你们尊师重道 更能得到天地感应和众多菩萨的加持 这样的佛子修行 更易得到护法菩萨的保佑 护佑 神灵禁止 就这些吧 你看了吗 所以我跟你们讲了 这句话 讲出来师傅也是蛮感动的 你想想护法神也会很感动 对对对 神灵禁止 对啊 你自己的业障 你说你自己背的话 你这个里边话是不是包含的尊师重道啊 对对对 对对 对 南京菩萨有十六个字 师傅 学会承担动的放下 专师重道 方可承道 师傅 哎呀 太好了 这十六个字 我跟你说南京菩萨法力无边的 很厉害的 对 他能帮人看病 嗯 师傅 南京菩萨他在这个治病方面 师傅特别有非常好啊 厉害 妙手回春 是啊 是啊 他过去在人间的时候 他也是妙手回春的 他只要手帮人家头上弄一下 马上病都好了 嗯 我看过一些历史记载 不是很多 但是我看见过 就是说南京菩萨在梦中都能帮人家治病的 嗯 厉害 很厉害 嗯 所以师傅 学他呀 所以有时候你看 师傅在梦中帮人家治病治的很快 嗯 哦 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 那时候有缘的朋友去参加法会的话 他直接跟观世音菩萨说 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傅背 这样说就可以 是这样吗师傅 是啊 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负责任的 也就是说你跟菩萨说 啊我自己过去做错了 我自己来承担 我从现在开始啊 从啊 无始节以来我自己做错了很多事情了 我现在一直在忏悔当中 一直在修修行当中 实际上就是告诉菩萨我这个人很负责任的 而且呢我狠孙自重道 我不会把自己的业障往人家身上推 你说这个人有没有品德 这个人是不是更容易得到菩萨的忽悠啊 对对对 说说您说的 对啊 就正如南京菩萨说 这一个人都要学会对自己的严行负责 何况一个学佛人啊 对啊 就是这样啊 学佛人哪可以把责任都往人家身上推啊 要主动承担啊 碰到事情什么都 不是我 这个不是我 哎呀我不是这么讲的 什么都推掉 对不对啊 你说这种人不会受人家尊敬的呀 受人家尊敬的人 只要主动承担 我下次来改 我要怎么样弄得更好 对不对啊 对对对 那就是这样 师父 师父最近您的身体还好吗 刚开完摩尔办法会 嗯 身体不是太好 嗯 师父您一定要保住好身体 因为 因为一个是太累 第二 这个 有些身边的那些弟子 这个老就是说手戒手不好 所以老让师父不开心 嗯 所以在人间吃苦呀 就没办法 因为他们没到这个境界 你知道吗 他们没到那个境界 在学佛当中 很容易犯戒的 明白吗 嗯 师父在您身边是掩饰出高徒啊 你跟什么样的人就 他要求不一样 对啊 所以他们有时候在师父身边 他们一下子就跌得很低啊 没境界的啊 讲出来的话 做出来的事情 跟菩萨差一大劫呢 那怎么怎么度他们呢 有时候救他们真的很累啊 你明白吗 一个人要在水里的话 他不会游泳和会游泳的人 你救他是两个概念呢 明白了吗 是就是 师父又提又 又恨铁不成钢呢 对啊 所以理解理解 就是恨铁不成钢 真的 明白吗 明白 师父您保重身体 感恩师父感恩 观世音菩萨 师父 师父再见 好 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 那么这个自话自说的节目呢 到这儿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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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